第四波疫情一發不可收拾,港府公佈將手推禁足令控疫, 隨時可封鎖爆疫大校或場所,身處大廈內人士要待所有人均有病毒檢測結果方可離開, 禁足期最長7天,港府會違背禁足者提供食物及物資, 違反禁足令可被罰款25,000元及監禁半年, 為港府未交代禁足令執行細節, 仿校內地小區管理的禁足令執緊半桶水,專家批評7天禁令不足二周出營處於病毒潛伏期的隱形病人, 又指爆疫的葵中葵盛西村第八座疫情已失控, 大批居民一早敏風搬走,禁足令的推行嚴重制後, 港府早前已透露會向爆疫的大廈推禁足令, 為葵盛西村第八座至錄德手中確診個案至禁足足雨十天, 港府才於昨日通過禁足令法律框架。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, 當某場所有重大疫情時, 會要求該處人士強制檢測, 並以禁足令配合推行, 所有場所內的人要待全部人的檢測結果出爐才可離開。 若封鎖時間超過12小時, 港府會提供物資,包括食物、梳洗用品及救濟物等。 當局無力監察而搬走民眾, 當大廈或場所被張鐵禁足令宣告, 法例即時生效, 港府會委任公職人員白手, 限制人士離開或進入有關場所, 並可將它們轉移到指定地方檢測或等候快驗結果。 若禁足地方市住宅大廈, 居民只能留在家中, 不可走出單位, 但不會要求居民帶手還。 不過,當局未清晰交代執行細節, 包括禁足令發出的準則, 當爆疫場所非住宅, 如何決定禁足範圍及住宿問題, 因禁足而無法上班人士可否獲補貼等細節均欠奉。 法則方面, 當局只違反強制檢測指示人士可處意定額罰款2000元, 本月十一日起增佔5000元, 若違反禁足令或卻轉移至指名地方, 可被罰款25000元及監禁半年。 當局至今仍未向葵城西村第八作發出禁足令, 大批居民早已急急搬走。 被問到如何處理搬走的流亡之餘, 陳肇設承認當局都無辦法, 僅呼籲有關居民不要再走動或離開。 衛生署署長陳漢已表示, 衛生署推行禁足令前最先評估該地方的感染風險及傳播途徑, 若大廈因自新設計導致感染, 例如可能是喉管播毒, 則不會將居民留在該處,而是撤離。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表示, 未知當局會否向葵城西村法禁足令, 但只應一早推行, 現時居民走了大半, 再退意太遲。 他又指禁足令流動多, 病毒潛伏期長達14天, 最長近7天的禁足令根本無法完全找到所有隱形病人, 憂存半裂始終無法截斷。 他又指, 當一處地方疫情爆發嚴重, 7天禁足令亦不適用, 建議到不如效法內地小區管理, 將該處居民原地隔離14天。 他又認為禁足令難嚴格執行, 你哪有那麼多人手確保人家沒有走出單位? 並指舊式公共屋村酒廊一般通風不佳, 又出現困受鬥互相交叉感染。 專家, 不應提早預告禁足令。 他又認為, 當局推行禁足令時不應提早預告, 一旦發出禁足令, 相關人員應已到達現場即時執法, 防止居民提早搬走。 他又建議當局設立緊急機制專門處理禁足令。 政府專家顧問, 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表示, 禁足令推出前, 若由居民趁機提早搬走, 當局應動用警方人首張之尋回, 並建議將禁足令發出及執行的時間縮至最短, 否則永遠有最後問題。